这是一场命运的马拉松 上苍用疾病考验人类的亲情 她是母亲 守住信心 她的脚步为人们丈量出一份伟大的亲情 2009年度感动中国获奖者陈玉荣 大家还记得12年前 那位感动中国的暴走妈妈陈玉荣吗 她的儿子叶海滨被查出重度肝硬化 爱子心切的她决定割肝就子 但在这时她却被查出患有重度脂肪肝 摆在她面前的只有一条路 那就是减肥 于是她每天抱走十几公里 最终减肥成功 如今12年过去了 陈玉荣怎么样了呢 她的儿子叶海滨的病情如何了呢 本期视频就带你了解暴走妈妈陈玉荣的感人事迹 陈玉荣出生在湖北武汉 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 她的生活简单快乐 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家人平安健康 因此她把每一位家庭成员都照顾得很好 但天有不测风云 1991年 她13岁的儿子叶海滨说话突然变得结巴起来 起初陈玉荣并没有在意 直到儿子走路也出现了问题 经常走不直 还特别容易摔倒 陈玉荣夫妻才意识到了问题 赶忙带儿子去了大医院检查 最终确诊 叶海滨患有肝痘状核病变 这种病会让她的体内含有影响神经系统的痛 严重的话可能会导致死亡 但陈玉荣家并不富裕 一时间拿不出那么多钱治疗 于是医生便建议吃药保守治疗 因此叶海滨也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期 为之后的病情恶化埋下了隐患 2008年的某一天 陈玉荣在迷迷糊糊间听到呕吐声 起来一看发现是儿子吐血了 区医院检查后发现 叶海滨的肝已经出现了非常严重的硬化现象 情况危急 必须及时治疗 但那30多万元的高昂手术费 对于这个贫困的家庭来说 无异于是天文数字 陈玉荣不得不放弃手术 选择保守治疗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 叶海滨的病情算是稳定住了 叶海滨也开始外出工作赚钱养家 他要了自己的小家庭 要了一个可爱的女儿 一家人的生活也步入了正轨 但吃药治疗终究不是长久之计 一段时间后 意外再次发生 在一次出差途中 叶海滨突然晕倒 同事连忙把他送去了医院 并通知了陈玉荣 在赶来的路上 陈玉荣无数次的祈祷儿子没事 到达医院后 医生告知他 虽然叶海滨的命暂时保住了 但这次情况更加危急 需要移植手术才能活下去 但当务之急是 找到合适的肝脏来源 经过配型后 陈玉荣的肝和叶海滨最为匹配 陈玉荣当即决定割肝救子 但没想到 医生告诉他 他患有重度脂肪肝 没有办法进行肝脏移植 如果想尽快割肝救人 那就只能减少脂肪肝的比例 最好的办法就是减肥 听到这话的陈玉荣 并没有考虑到减肥的困难 只是想着 减几斤肉就能让儿子活下去 这对他来说 简直太划算了 一心就此的陈玉荣 下定决心要减肥 一开始 他想通过节食减肥 但节食实在是太难熬了 损伤身体不说 还容易反弹 他想来想去 既然节食不行 那就运动吧 但55岁的陈玉荣 想通过高强度的运动减肥 显然难度太大 于是他想到了一个办法 那就是走路 不过不是简单的走路 而是暴走 他每天早晨5点钟起床 走十几公里 刮风下雨 从未间断 他家门前有座堤坝 晚上没有灯 还经常发生车祸 但陈玉荣并不在乎 比起这些 他更在意 什么时候能给儿子换肝 他每天只吃半拳头的饭 走十几里路 这需要多大的毅力啊 他走破了四双鞋子 脚上涨了水泡 变成茧子 他刮掉再走 日复一日地暴走 让陈玉荣的身体 很快受不住了 在一次暴走时 他突然感到头晕 他赶紧给老公打去电话 并看了医生 发现是自己运动量太大了 食物补充没跟上 才导致的头晕 为了不让患病的儿子担心 他选择了隐瞒 两百多天的锻炼 陈玉荣的体重 终于达到了标准 从66公斤 减到了60公斤 他可以给儿子捐肝了 连医生都惊讶于 陈玉荣的毅力 因为他从未见过 患有脂肪肝的人 七个月就能减肥成功 更何况是重度脂肪肝 果然母癌的力量是伟大的 2009年11月2日 叶海斌进行了肝移植手术 病床上 他跟儿子的手紧紧地拉在一起 相互加油打气 鼓励着对方 经过医生三个多小时的努力 叶海斌的手术成功完成 做完手术的叶海斌 身体好了很多 虽然身体对这个新来的肝 还有点排斥 但靠药物是完全可以维持的 陈玉荣也很开心 毕竟这每月2000多元的药 比起之前每月高达6000的治疗费用 已经是好多了 而且 叶海斌还有职工社保 这也缓解了这个家庭一部分的压力 手术结束后 叶海斌也一直在调养身体 根本无法出去工作 全家人的经济来源 主要是陈玉荣丈夫的3000元退休工资 媳妇打零工赚的几千元 以及全家给工厂做饭的900元工钱 来维持生计 但这样的故事总是能感动万千人 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陈玉荣 割肝就子的故事 大家纷纷给他们捐款 给他们鼓励 陈玉荣也成了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之一 2010年2月12日 2009年感动中国人物颁奖典礼顺利进行 陈玉荣也因割肝就子的感人事迹入围 节目组谢颁奖词也是感人至深 热度退去后 一家人的生活也不如了正轨 但陈玉荣也没有放弃抱走的习惯 她还是每天坚持锻炼 或许是经历过生死 她更加重视身体健康 珍惜生命的每一天 一有空就会跟姐妹们跳跳广场舞 白天也会在家研究美食 希望为家人做出更加健康的饮食 也许是受陈玉荣的影响 一家人都坚持锻炼身体 2010年9月 网络上突然流传着抱走妈妈郑荣的消息 让陈玉荣站在了风口浪尖上 有人不相信陈玉荣会这样做 也有人质疑她为何会把捐款拿去整形 这不是浪费别人的善良吗 看着网上那些激烈的言论 陈玉荣不得不出面澄清 表示自己这次整形并没有花费一份捐款 而是在5月份去第六届世界徒步大会做代言人时 在秦皇岛结识了一家整形医院 她签约成为这家医院的代言人 期限为一年 代言费也不超过三万元 为了更好的宣传 她在医院的安排下做了重检术和眼袋去除 并没有花费一分钱 更别说是用善款来整形了 更何况艾梅本就是一个人的天性 既然有免费的机会自己何乐而不为呢 经过这件事 陈玉荣也很少出现在公众视野中了 如今12年过去了 还是会有人记得这位暴走妈妈的事迹 也有记者专门前往她家采访过 现在的叶海斌身体状态很不错 有着温馨的小家庭 日子虽平淡却幸福 而60多岁的陈玉荣身体也很强健 哥干就子 也许每一个母亲都会选择这样做 因为保护孩子是母亲的天性 陈玉荣只是千千万万爱孩子的母亲的缩影 她之所以可以感动无数人 也是因为人们对母爱的认可 对母爱的感动